心灵回收站爱的港湾 他转身交代电源 去给门口等位的顾客送点山楂 这时吴兰英兜里的电话突然响了 那边的老李急匆匆地冲他喊道 不好 李泽瑞被抓走了 吴兰英连忙捂着另外一只耳朵 不自觉地往大门外走 什么 是谁被抓走了 老李急得连话都说不顺了 从他混乱的语言中 吴兰英终于理清了头绪 李泽瑞被法院的人抓走了 这几年 继死李泽瑞 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还借着做生意的名义 找吴兰英拿过两次钱 直到债主找上门 他才知道李泽瑞在赌博 为了让李泽瑞借到赌饮 吴兰英决定不再给他钱 谁知他竟然去骗同学的钱 之前有个同学借给他八万 但他迟迟不还 对方只能将他告了 现在已经到了强制执行阶段 李泽瑞拒不执行 于是就被抓走了 李泽瑞身无分文 只能赶紧求助老李 让他赶紧拿钱去救他 冠子如沙子 这话吴兰英很早就对老李说过 可老李压根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一心想要替李泽瑞还钱 吴兰英浑身都写着抗拒两个字 可他到底是老李的亲儿子 是田田的亲哥哥 如果他不管这事 只怕老李会记恨他一辈子 他向店员交代了几句 抓起包就往外走 事情办完后 三个人走出法院 李泽瑞咧着嘴和他道谢 阿姨 今天真的是谢谢你了 大恩大德 无以为报 吴兰英看着他胡子拉叉的样子 忍不住长叹了一口气 以后 踏踏实实地挣钱 靠自己的双手吃饭 别整天想着一夜暴富 李泽瑞点头哈腰 保证不会再有下次 送走李泽瑞后 老李一把搂住吴兰英的肩膀 我老李这辈子找了你 真是赚大了 吴兰英扭捏地推开了他 吴兰英和老李是二婚 15年前 吴兰英的前夫 被调到省城工作 收入涨了好几个档次 当他哼着脚调给前夫收拾行李时 前夫却猝不及防提出了离婚 理由是 他一个粗俗没文化的农村妇女 配不上现在飞黄腾达的自己 吴兰英泪眼婆娑的祈求 差点就给前夫跪下 可对方说什么都要离婚 吴兰英只能含泪办了离婚手续 因为没房没钱 吴兰英没要女儿的抚养权 离婚后 他去了他哥所在的城市打工 那两年 吴兰英在流水线上待过 去酒楼和足玉店坐过 他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 但每个月 也只能拿点微薄的薪水 每当看到那些工资 他就会想起那段失败的婚姻 他在那个家里辛苦操劳了十几年 最后却落了个离婚的下场 他觉得自己多年的付出 就像这微薄的薪水一样可笑 后来 吴兰英果断自去工作 找他哥借了点钱 在集市旁开了一家小饭馆 因为悬职好 加上他手脚麻利 为人热情 生意一下子红过了起来 也是那时候 吴兰英认识了老李 老李在附近工地上干活 第一次看到吴兰英时 他就直勾勾的 盯着这个皮肤有黑 胸脯又大又挺的女人 从那以后 他就经常带着一帮工友来吃饭 有时候吴兰英忙不过来 老李还会帮着端菜端饭 工友们在一旁起哄 老李 这是你媳妇 说完 一帮人便哄堂大笑 吴兰英性格爽朗 也跟着笑了起来 他每天起早贪黑 忙前忙后 何尝不渴望身边 有个知冷知热的人 然而挣钱 才是他当前 首当其要的目标 他实在没有经历 去想起他的 一天晚上 吴兰英关店时 突然晕倒了 醒来的时候 已经躺在医院了 你醒了 医生说你没事 就是太累了 老李关切的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为了照顾吴兰英 他特地请了假 在病床前 安前马后地伺候着 吴兰英用手吊着水 不方便吃饭 他就将粥吹冷了 一口一口 喂到他嘴里 吴兰英感动得热烈盈眶 一个人在黑夜里走久了 难免会觉得有些孤独 老李的出现 就像一盏暖灯 照得他心里 亮堂堂的 没有过多言语 俩人自然而然 就在一起了 事后 吴兰英问他 怎么会那么巧 老李说 其实他每天晚上 都会在附近 看看吴兰英 等他关店后 安全回到出租屋 他再回工地上睡觉 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大晚上呢 一个女人太危险了 吴兰英 泪眼朦胧地看着他 老李有黑的脸颊上 泛起两拖飞红 他忍不住笑出了声 就从他这句话 他就下定决心 要一辈子对老李好 老李的儿子 跟着前妻一起生活 俩人没什么顾忌 很快就结了婚 婚后 吴兰英依旧像之前那样 忙着做生意 老李见吴兰英忙不过来 干脆辞了职 和他一起经营小饭馆 老李有力气能吃苦 他将所有的体力活 都包揽了下来 夫妻同心 其力断金 在俩人的努力下 饭馆的生意越来越好 很快 吴兰英就将饭馆扩张了 不仅聘请了几个员工 还叫了他哥 来店里帮忙 第二年 他生下了一个 粉粉嫩嫩的女儿 给他起名甜甜 希望他这一生 都只有甜 没有苦 老李的前妻 听说他越婚越好 将十二岁的李泽瑞 扔在饭馆门口就跑了 老李给他打电话 他哭着说 他也没办法 男友不愿意养他儿子 吴兰英是个 知恩图报的人 他二话不说 承担起 抚养李泽瑞的责任 给他办理入学手续 带他去剪头发 给他买衣服 买鞋子 很快 李泽瑞就融入了新的家庭 一家人 其乐融融 相处了十几年 时光如百句过细 一黄 李泽瑞都二十六岁了 和女友也到了 谈婚乱嫁的阶段 老李说想给儿子 买他婚房 吴兰英表示理解 毕竟他们在当地 男人没房 是娶不到媳妇的 与此同时 吴兰英也想让李泽瑞 学会独立 他花四十多万 付了一套房的首付 但房本上 却写了自己的名字 他语重心 长地对老李说 等李泽瑞 有能力自己还款了 他再去过户房子 老李虽然有不满 但财政大权 都握在吴兰英手里 他也只能点头答应了 原以为 李泽瑞结婚生子后 会努力上进一些 谁知 他竟然染上了毒瘾 吴兰英发现后 彻底断了 李泽瑞所有的经济来源 一个子儿都不愿意再给 李泽瑞怒气冲冲地 朝老李发脾气 看你那怂样 拿点钱都做不了主 算什么男人 老李气得心脏脱脱地疼 他不敢对宝贝儿子发火 只能暗戳戳地对吴兰英说 果然没有血缘关系的不轻啊 吴兰英心寒不已 怎么说李泽瑞 也是他养了十几年的孩子 他怎么可能不关心 只是李泽瑞 已经是当爸爸的人了 这样一昧地惯着他 对他有什么好处 从那时起 两人之间有了隔阂 老李不在学店里帮忙 他白天出去打麻将 晚上去公园 跟人跳舞 即便回家 也只顾着和女儿说话 对吴兰英爱搭不理的 吴兰英帮妻子 父亲借款后 老李一改往日 冷言冷语的态度 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洗衣做饭 收拾屋子 给吴兰英捏筋揉腿 这天老李一边给吴兰英按摩 一边借机找他要钱 李泽瑞这次是真的要做生意 他连办公室都租好了 我们能不能资助他二十万 吴兰英微闭着双眼 躺在沙发上 冷冷地说 李泽瑞已经成年了 没钱 他应该自己想办法 而不是肯老 如果他连这点问题 都解决不了 只能说明 他不适合创业 老李瞬间黑了脸 他气鼓鼓地站了起来 一声不吭地走了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老李都没再和吴兰英说话 直到有一次 老李突然问他 能不能将饭馆一半的收入 分给他 吴兰英疑惑地问原因 老李却支支吾 说不出个所欲人来 他顿时起了疑心 这些年 虽然饭馆的收入 都捏在他手里 但家里大大小小的开支 也是他在付款 每个月 吴兰英还会以发工资的形式 给老李转一万块钱 按道理 老李应该不差钱 更何况 他给钱从不吝啬 更不会跑根问底 多年来 老李也习惯了他管钱 毕竟什么都不用做 还有钱花 他也落个轻松自在 只是现在 他为何突然提出这种要求 难道又是因为李泽瑞 晚上老李 含声如雷 吴兰英 却辗转反侧 睡不着 自从十几年前 饭馆扩张以来 从选址 招聘 进货 到合算成本 哪一样 不是他吴兰英 亲力亲为 老李不过是 就跟在后面 卖卖力气而已 而且最近这几年 他连店里都懒得去了 如果不是他把店铺 经营得这么好 他牢里能过上 这么轻松安逸的日子 吴兰英 一夜未眠 第二天 顶着两只熊猫 也出门了 到了晨午 大女儿突然给他打电话 说年底要结婚了 吴兰英激动地 捧着女儿的结婚照 翻来覆去地看着 脸上的喜色 藏都藏不住 虽然大女儿 跟着前夫一起生活 没吃过什么苦 但吴兰英觉得 始终亏欠了他 他思来想去 给大女儿 转了二十万 说是给他的嫁妆 老李知道后 板着一张脸 嫁个女儿 给个一两万就得了 你前夫还陪嫁了一台SUV 你至于赶着去送钱吗 赶紧把钱拿回来 这是夫妻共同财产 我也有权决定 吴兰英瞬间来火了 我帮你养了 那么多年儿子 还给他买了一套房子 我给我女儿 一点钱怎么了 老李气羞羞地说 那房子是给他买了吗 房本上写的 还不是你的名字 更何况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你以后老了 不还得指望 我儿子给你养老吗 老李字字句句 假墙带棒的 记得吴兰英 心里火烧火了的 他觉得心烦意乱 第二天 干脆借着参加展会的机会 飞去了外地 两周后 吴兰英回来了 他拿出一份 抵押房产的资料 吓得老李一脸惊慌 浑身直冒冷汗 好巧不巧 吴兰英在展会上 遇到一个放贷的熟人 对方问他最近 是不是手头紧 怎么去抵押房产了 吴兰英打听了一下 这才知道 老李瞒着他 将房子拿去做抵押了 当初吴兰英 为了报答老李 房本上 只写了他一个人的名字 没想到 信给了他可乘之机 眼见事情败露 老李索性撕破脸 谁叫你不肯给我儿子钱 上次 我说要平分饭馆的收入 就是为了填这笔贷款 既然你不管儿子死活 那就离婚 反正 我怎么都能分到那一半财产 老李夺门而出的那一刹那 吴兰英顿时贪软在沙发上 十几年来 他们从简陋的出租屋 打拼到现在有房有车 饭馆的生意 也蒸蒸日上 结果却因为妻子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吴兰英觉得心里好像被万简春心 痛得喘不过气来 吴兰英对着闺蜜痛哭了一场 闺蜜劝他离婚 他却畏畏缩缩不敢接话 他已经五十岁了 这把年纪第二次离婚 说出去多没面子 而且甜甜还在读书 如果他和老李离婚 女儿的学习和心理会不会受到影响 更重要的是 饭馆是他十几年的心血 他不想因为离婚而复之一句 太多太多的问题和烦恼缠绕着他 闺蜜的一句话点醒了他 你有钱有能力 五十岁离婚又怎样 我相信以你的实力 即便离婚了也能过得很好 所以你怕什么 吴兰英一向很佩服闺蜜 他前夫有暴力倾向 四十岁时为了离婚 闺蜜将房子和存款都给了男人 后来他借钱开了一家美容店 从街边小店开到了现在品牌连锁 他独立自信 优雅大方 靠自己也活得那么精彩 看着闺蜜笃定的笑容 吴兰英顿时豁然开朗 闺蜜给他联系了省里最好的离婚律师 吴兰英没有别的诉求 只希望保住饭馆和甜点 饭馆就像他的孩子 他哪怕输了钱输了房子 都不能输掉饭馆 而甜点更是他的心头肉 他更使不得将它扔给老李 经历了一场抽筋八皮的离婚官司 老李分走了房子和一部分钱 吴兰英则如愿以偿 顺利保住了自己想要的 一年半后 吴兰英在步行街开了第一间分店 剪彩环节 他被簇拥在人群中 笑得一脸灿烂 爱八卦的人告诉他 老李的钱被李泽瑞糟蹋光了 虽然李泽瑞现在不赌了 但他整天无所事事 也不去找工作 成天跟一帮胡朋狗友 混迹在KTV和酒吧 他老婆跟他离婚后 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了 吴兰英笑而不语 他从容地点了点头 转过身去招待其他客人 其实两个月前 老李来找过他 但他忙着装修新店 压根没时间搭理他 正所谓好马不吃回头草 他事业有成 生意顺遂 怎么也算得上是一匹汗血宝马 怎么可能去吃老李 这颗尿不拉净的老草 相比第一次离婚 是一无所有的崩溃和压抑 这次离婚 吴兰英很快就走了出来 他发现一个女人 离婚后过得好不好 完全取决于 有没有自己的事业 以及手上有没有钱 离婚时损失的那笔钱 一年的时间 他就赚了回来 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 身边的同龄人 都开始退休养老 但他却不想停下来 他喜欢这种越活越年轻 越活越有钱的感觉 几十年来 他见多了周围人离婚 再婚 离婚再婚 离婚后过得七七惨惨的 往往都是手心向上的人 他们就像漂浮在海面上的一片叶子 一个风浪打过来 就只能挣扎着沉入海底 唯有那些有钱 有事业的女人 才能在离婚后 活得有底气和尊严 吴兰英深信这一点 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